新闻开始来关心 国军新兵训练中心 爆发了集体斗殴 位在嘉义中坑的陆军 梁吴拐旅行训中心 29号在进行3000公尺 跑步监测时 有两名不同年的新兵 互看不顺眼 前后爆发两次口角 接着双方各自撂人前来助阵 还演变成20多人的新兵大混战 军方干部强势介入 才阻止了混乱场面 随后也把参与斗殴的新兵们 纷纷移送发办 滂沱大雨下格不停 位在嘉义中坑陆军 梁吴拐旅的新训中心 竟然上演了新兵大乱斗 事发在29号 当时正在进行3000公尺跑步检测 分属步兵连和活力连的 两名军事训练一一男 互看对方不顺眼 起了口角 随后回到营社前 再度冤家路窄碰上了 口交演变成双方各自 老兄敌注镇 20多人当场打成一团 最后是国军干部出面 强势介入 双方这才停手 多名军事训练一男 29日上午在营内 因细故发生肢体冲突 战台干部立即制止 并严加管束 判发后 单位依行程并行原则 当日对社犯人员移送法办 因为事社聚众斗殴 所有参与的新兵们 当日移送嘉义宪兵队法办 厘清实际动手人数 在意刑法150条 送嘉义地检真办 在外围助阵的 最终判一年或十万以下罚金 至于两名主谋 最终判五年徒刑 实军团也将召开 逞评会 监头重诚 陆军实军团 两五拐旅 有军魂部队之称 只当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 还没打到敌人 拳头反先落在同袍身上 上个月在中坑心训中心 才发生新兵拿铁盘斗殴事件 如今在爆新兵混战 对比即将到来的军人节 格外讽刺 这是嘉义综合报道